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戒 欢迎回到八戒漫谈美国 现在是美西时间2021年1月19号星期二 距离明天1月20号 新总统拜登的登基大典 只剩下不到一天的时间 俗话说得好 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兵 一朝天子一朝城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那么这一刻即将是到来了 大家苦等的这一刻 新总统拜登的登基大典 即将在明天中午 华盛顿DC即将正式隆重开启 那么目前华盛顿DC 大概已经是有连点5万名 美国国民警卫队正式入驻 帮整个美国华盛顿首都 围的是水泄不通 那么这次美国的登基大典 绝对会在美国连百多年来 历史上留下隆重的一笔 包括在未来都会上美国的史书 所有经历这其中的人和事 都会一幕幕的上美国的史书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这当中发生了一切 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来龙去脉 到底谁要为这一切付出最后的责任呢 相信历史会给出一个最佳的 最好的一个见证 最好的一个结果 最好的一个答案 那么发现呢 今天主要跟大家聊一下 特朗普在最后的一两天 到底是安排了哪些工作 他会如何离开美国首都 华盛顿DC 另外呢 再给大家聊一下 参议院是如何安排特朗普的弹劾工作 最后呢 给大家分享一下 来自美国新泽西州 德克萨斯州 和包括宾夕法尼亚 这三个州即将在本周开始发放 他们的额外失业金300美元 具体的发放情况 包括一些相关问题 巴结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消息 来自CBS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公司 18号报道 白宫发出邀请函 邀请人们参加特朗普 1月20号早晨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 举行的告别仪式 此外多名驻白宫的记者 已经在推特上面 分享了特朗普19号的日程 日程当中写道 特朗普总统将会从早到晚 一直是不停的工作 他会打很多的电话 开很多的会议 CBS另外称 特朗普的告别仪式 将于20号明天早晨 美东时间8点钟开始 每个人可以携带5名客人 并且在活动期间 需要全程戴口罩 宾客们被要求 明天早晨7点15分 要到达现场 禁止携带武器 弹药爆炸物激光笔 和玩具枪等等 此前报道 特朗普将会打破传统 不会在总统就职典礼之前 招待拜登夫妇 来美国的白宫喝咖啡 并且计划于当地时间20号上午 离开白宫 飞往他的佛罗里达海湖庄严 卫报称 这是特朗普最后一次 动用他的总统权力 动用乘坐空军一号 那么也就是说 按照规则 按照常规 如果特朗普等到 拜登宣誓就职以后 才开始离开的话 那么他将获得拜登的批准 才能够使用 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 那么也就是说 目前特朗普是整个的行程 都是安排的非常妥当 他会在最后一刻 使用他最后谨慎的一点权力 离开美国白宫 回到他的海湖庄园的加州 那么整个四年 就已经是落下了帷幕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二个消息 来自参议院 参议院今天 米奇麦康奈亚 目前还是参议院 多数派领袖 但是即将在后天 就不会是美国的参议院 多数派领袖 而可能会变成民主党人 领袖查个数目 那么根据今天参议院 多数党领袖 麦康奈亚的表示 他们试图利用恐惧和暴力 来阻止联邦政府 相关部门的特定程序 那么麦康奈亚 在今天参议院赴会的第一天 强烈谴责特朗普 他说特朗普总统 记录了美国国会大厦的 他的支持者 并且目前特朗普 包括其他有权有势的人群 挑起了在1月6号 冲击美国国会的事端 那么也就是说 麦康奈亚已经是 给这次事件进行了定性 包括这一切都是特朗普 和其他相关有权有势的人 来影响干预和煽动的 那么从来自民主党人查个数目 他进一步表示道 参议院必须让特朗普 为骚乱付出代价 特朗普必须要为骚乱负责任 参议院将对特朗普的弹劾案 进行审判和投票 接下来的数周之内 参议院首先要进行的是 解决弹劾审判 内阁名单的确认 以及1.9万亿拜登提出的 第三轮援助法案的立法问题 那么从以上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 参议院是把弹劾特朗普 还是摆在第一位 并且寻求给特朗普定罪 并且剥夺他未来有任何的资格 可以继续参选联邦公职 包括美国总统 那么从以上的消息 可以清晰的看到 美国的参众两院的议员 决绝对对 不会轻易的放过特朗普 就算他卸任 那么也有极大的可能性 会继续的声讨追责特朗普 那么截止到现在 麦康奈亚虽然做出了 抨击特朗普的言论 但是对于参议院 何时开始审议弹劾特朗普的议案呢 还没有在今天做出任何的明确答复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两则最新的消息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关于失业金方面的第三个消息 根据今天来自新泽西州劳工部最新的统计 他们已经是在周末处理了 新泽西州大概是150万人的 额外11周每周300美元的付款请求 这与各个银行不同 最快可在本周二 或者是在明天付到各位索赔人的银行账户 或者是预付的借记卡当中 目前新泽西州发言人表示道 我们已经在昨天处理完毕 前两周新泽西州300美元退款 总计是600块钱 因此符合资格的失业金索赔人 本周将有资格获得最高600美元的补贴 这是他们符合资格的之前的两周退款 他继续的补充到 新泽西州的失业金付款呢 会自动的持续到2021年3月13号 因为他们该州的失业金系统 已经是彻底的更新完毕 新泽西州的失业金索赔人 无需采取任何的进一步行动 包括重醒失业金 都是不必要的 那么这位发言人也是进一步表态 大家最大的可能性呢 会在明天查到自己的账户 会有这两周600美元到账 并且会包含各自每周基础的 州失业金和联邦失业金 都会到达你们的新泽西州失业金的账户 大家生活在新泽西州的失业金朋友们 应该在明天或者是今天晚上进行查询 很可能就会有相关的到账信息 好那么以上是来自新泽西州劳工部 今天最新的消息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德克萨斯州 德克萨斯州的劳工部 在上周五的时候宣布 该州的居民将从本周一开始 陆续获得前面两周的额外失业金 300美元两周的付款 包括基础的失业金 那么按照这样的时间处理呢 由于昨天是联邦假日 那么今天呢 大家很可能生活在德州的人们呢 就能够在失业金账户 查到来自德州劳工部的相关退款 那么最后的消息呢 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劳工部代理部长 他表示到 我们该州已经是处理完毕 该州的失业金系统升级 并且已经是在本周开始处理 各位的失业金额外300美元的发放工作 大家可能会在本周就能够查询到 前面两周每周300块钱失业金到账 那么生活在宾州的各位华人朋友们呢 经过这两天耐心的等待呢 应该会从明天开始 就能够查到各自的失业金 包括呢 该代理部长他也是说 失业金结束的任何工人呢 将有资格自动的延期三个月 外加额外的300美元 但是呢 如果你们在宾州的失业金呢 是在2020年年底之前 就已经是全部到期 全部领完的话 那么你们需要在今天开始 重新申请宾州的失业金 才能够获得往后的 直到3月14号的 整个11周额外的300美元 包括你们的基础失业金 那么以上的消息 就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 代理劳工部部长 今天的一番言论 大家可以去相关的网站 查询到最新的信息 好 那么最后呢 巴结给大家分享一下 来自1月17号下午3点14分 加州劳工部的一则信息 加州劳工部的推文表示的 只要你们已经收到了 加州劳工部给你们发放的 相关验证失业金身份资格的信息 必须要迅速完成 在完成额外的验证工作之后呢 请继续对相关的 每两周的失业金状态进行认证 那么你们将能够立即的获得 失业金额外的付款 包括后来的连续11周 每周300美元 那么相关的文稿呢 大家可以从推文当中 有一个网页 可以获得RD点面这个网站 全程的如何提交资料 如何一步一步的下去呢 都有一个完整的PDF说明文档 大家可以去下载查看一下 那么在评论区下方 还有很多失业金朋友们 不清楚如何使用RD点面 大家可以去回顾一下 八届在上周日发表的相关节目 有一个详细的图文教程 包括通过这个EDD推文下方呢 去点击这个链接呢 也能看到更加详细的图文教程 教你们如何一步一步申请 那么最快的时间呢 是7天之内就可以完成 就是你们在验证身份之后呢 7天就可以完成你们所有的失业金 包括之前被暂停的呢 都能够得到一个支付 最长的呢 需要等待30天 大家千万不要着急 稍安勿躁 八届下方的评论区呢 有很多的网友进行相互的帮助 你们经常问的一些问题呢 在底下评论区呢 都有很多热心的网友 进行积极的解答 好 那么本期节目呢就到这里 有想跟八届交流沟通讨论小伴呢 请在底下评论一评论 或者是给八届私信 喜欢八届的朋友呢 请点赞评论关注 有管的朋友呢 请订阅点赞评论关注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 谢谢大家